能让三大修士头头,有这样的人存在? 当然有,此人曾和三大修士中的智阳道友交过手,虽然差点重伤毙命,但也轻伤了智阳道友并且得以脱身,所以此人几乎是公认了三大修士之下的存在。 只是此人已想独来独往惯了,就是法事入侵着的大事,会不会来还是两说的事情了,否则倒也是一大必主的。 能重伤原因后期修士,此人真算是了当,不知是哪位高人,应该名气不小吧? 这人道友肯定听说过,天根老怪这个名字,韩道友应该很是熟悉吧? 天恨老怪,竟是此人,的确早就如雷贯耳。 韩丽苦笑一声,脑中顿时闪过假扮低节修士在圣术禁地中发生的事情, 当时的正魔两道奸细都对天恨老鬼忌惮弹异常的样子。 不过在原音修士中,似乎龙兄贤抗力,才应该是仅次于三大修士的存在吧。 我和凤冰虽然有些神通,但单打独斗,可十有八九不是此人的对手。 当然要是二人联手的话,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 韩丽眨了眨双目,可龙寒听了此言却摇了摇头。 韩丽闻言一笑,正想再说些什么,忽然感到有人在注视自己。 目光有些冰寒阴沉,似乎不怀好意的样子。 韩丽警惕心大起,面上却不动神色。 微硬扭头对上了那人的眼神,竟是一位陌生之急,一身碧绿衣衫的常染老者。 这老者见韩丽目光瞅来,眼中寒光一脸,面无表情地挪开目光,若无其事。 但韩丽却没有因此放松下来,反而目光闪动地盯着此人好大一会儿。 怎么,韩道友不认得此人? 听龙兄的意思,我似乎应该认识他。 此人是御灵宗大长老东门徒,只掌着御灵宗的大权。 我虽然没有和此人打过交道,但听说此人和那谷双谱的关系很好,几乎情同手足。 而你将谷双谱当成了木兰人的惊喜消灭了。 此人因为证据充足,没有说什么,但对你不满肯定是有的,倒也要多加小心一些了。 韩丽听了揉了揉鼻子,一脸苦笑,口中连忙称信。 时间只是短短的一刻钟功夫,殿内的椅子就十有八九坐满了修士。 说起来倒也好笑,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,魔道修士几乎坐到了大殿右侧, 而正道修士则是占据了大殿左侧的大部分椅子。 只有天道门和九国门的修士似乎无所谓,左右两侧随意坐下。 在这些修士中,韩丽认识的另一名熟人也在其中, 那就是尼航斋的那名矿性修士。 他正好坐到了魔道的那一侧,见韩丽望过来,冲韩丽笑了一笑。 韩丽自然点头示意了一下。 这时,一旁的龙涵又传声给韩丽指认了另外两名天道门的修士, 一名面容普通,素装淡容的妇人,一位愁眉苦脸的老者。 韩丽多看了这两人一眼,将他们的容貌记在心中。 这时不知是否因为人多了的缘故,在座之人神色反而凝重起来, 没有谁闲聊什么,全都冷冷打亮着其他人。 这些人每一个人出去,几乎都是叱咤天南一方的顶尖存在。 一下聚集在此处,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, 自然各种心思和想法都有了。 在这些人中,韩丽可算是极其特殊的存在。 以这些老怪的强大神识,在韩丽不是有意遮掩之下, 几乎目光在韩丽身上扫过的同时,就看出他修为的深浅。 自然也知道韩丽是何人,毕竟韩丽的名声这半年可算是赫赫有名。 这些老怪不可能没有听说一耳。 而韩丽则眼皮下垂坐在那里,谁都不惨, 一副以不变应万变的模样。 就在殿内开始变得寂静无比, 甚至有些凝重的时候,从大殿的偏门内仿佛先后走出来了三人, 原本默默地看着他人的猪老怪,刷的一下,目光齐聚了过去。 一名黑袍大汉,一名绿发老者,一名卑贱的道士。 韩丽神色如常,心中却是怦然一跳,这三人就是三大修士了。 也是这千余年来,整个天南仅有的三名原英后期修士。 其他人表情各异,但大多数都是和韩丽一样, 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三人,静等他们开口说话。 这三人缓缓地走向了大殿中间,并肩停了下来。 站在中间的,相貌有些猙獰的黑袍大汉,冷冷开口。 我们三人是谁,想必不用介绍了。 其中,就算有人不认识我们三人的,现在应该也认识了。 这次聚会由我三人主持,有人有意见吗? 黑袍大汉声音冰冷异常,此话一出口,庞大的气势默然从身上冒出, 随后巨大灵压降临了整间大殿。 在座修士感应到了那深不可测的灵气波动,纷纷脸色微变。 但韩丽在心惊此人法力强大的同时,心里却一阵诡异。 看这位一身的阴寒魔气,肯定是魔道那位何欢宗老魔。 可这位老魔的样子实在和他想象中的不大一样。 说是何欢宗的大长老,可功法看起来更像是鬼灵门的魔工。 韩丽并不知道,历代何欢宗大长老都是被称为何欢老魔。 虽然黑袍大汉修炼的功法其实是一种和何欢宗关系不大的魔工, 但仍不得不顶上何欢老魔的称号。 这时其他人感受到大汉的可怕,虽然心里有些不舒服, 但也不会愚蠢到跳出来挑战三大修士的权威。 一时间整间大殿寂静无声,也算是默认了何欢老魔刚才的言语。 好,既然没有意见,下面就不说什么废话。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时间说废话了。 就在今天早上,木兰人派出了使者,送来了挑战书, 说若不答应他们的条件,七日后就在边界处决一死战。 挑战书?七日后? 什么条件? 义兄刚才知言不假,这就是对方的战书, 诸位道友先过目一遍,然后我们再商议对策。 虽然大战比我们预料得要早一些, 但以在座诸人的神通,难道还真的会怕木兰人吗? 匿名卑贱的道士倾笑一声从容不迫地说道, 其声音虽然不大,但一入在座诸人耳中, 却犹如清风拂面,让众人心中凉意顿生,立刻心平气合起来。 其他修士心中一惊,骚动马上平息, 但却有人小声地嘀咕了一句。 太真门的靖心局,果然有点门道。 听到这似乎不太服气的话语, 那中年道士油若未闻, 反而从袍袖中摸出了一块鲜红玉滴的玉剪, 随手抛给了对面的一名挥袍老者。 这即使木兰人的挑战书,倒有心看看吧。 老者一正,就默不作声地手捧玉剪, 用神识扫看了里面的内容, 面色木然阴沉了下来, 然后冷着面孔将玉剪直接扔给了身侧之人。 那人结果玉剪也好奇地用心看了一眼, 脸色同样难看了起来。 那众修士传阅那挑战书的时候, 韩丽却分别打量了道士和那青山老者。 那道士约四十余岁,皮肤晶莹洁白, 五官端正儒雅,让人一看大身好感。 应该是郑道蒙太真门的智阳上人。 至于青山老者,从外表上看实在太过普通, 无论衣衫打扮还是相貌气概, 都没有丝毫特殊之处。 唯一让韩丽留心的是, 这老者食指上净留了长长的指甲, 而这指甲看起来锐利非常, 并通体紫黑, 闪着淡淡的光芒非常惹眼。 这人自然就是那位九国盟的大长老魏乌雅。 魏乌雅似乎感受到了韩丽的目光, 偏手看了韩丽一眼, 目光一对上之后, 脸上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, 净冲韩丽笑了一笑。 韩丽有些尴尬地同样抱一一笑, 但心里却不禁暗响, 若是此人知道自己和南宫婉的事情, 不知还能否对自己笑出来。 就在韩丽思量之际, 一侧的龙涵已将传到手中的玉剑看完, 脸色不好看地扔给了韩丽。 见前面几人这般神色, 韩丽有点好奇, 当即不动神色, 将心神沉进剑中, 看了起来。 伴赏之后, 韩丽眉头紧皱地将神石抽出, 默默地将玉剑交给了另一名修士。 没多久整个玉剑都传越了一遍, 每个人脸色都不太好看起来。 有一两人看完之后, 甚至无法忍耐地冷哼出声。 诸位道友看完了战书, 不知有什么看法。 好大的口气, 让我们让出天南一半地方给他们, 他们以为稳赢了我们不成。 不错, 什么叫只要让出泄取土地, 就可化干沟为玉剑? 他们以为我们不知道, 木兰人现在只是丧家之犬而已, 恐怕不用我们和他们决战, 就是一点点地拖下去, 也能把他们慢慢耗死了。 鲁道友,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 是不是你们千焕宗在天南深处, 所以不过我们这些宗派死活了? 打持久战, 你们千焕宗当然不在乎, 可我们宗门根基怎么办? 我这不也是为了大家着想吗? 宗门没了可以再见, 但人死了, 那可就无法复生了。 你说得到轻松, 我们几国若是被放弃的, 我们这些宗师为什么要替你们魔道阻挡法师大军? 我们干脆整个宗门都搬到你们天罗国去, 不就更不会死一人了? 够了, 是否打持久战的事情早有过定论, 根本无需在这里讨论,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, 如何应付木兰人的法师大军, 不是让你们内讧的。 黑袍大汉听到这儿, 面色一沉, 突然出声训斥了几句, 这三人一见是这位和欢老摸开口, 虽然心里不舒服, 但也乖乖地闭嘴, 毕竟修仙界中还是实力说话。 其实三位道友的争执根本没有必要的, 我们早就推算过了, 以法式大军这次清足而来的势头, 打持久战根本不可能, 若不是集中天南大半的力量, 根本无法阻止对方的攻势分号, 单凭一宗一国的力量, 恐怕一接触就马上崩溃了, 到时候力量被消耗的十有八九反是我们自己, 所以这场大战必须打, 而且一定要把木兰人打残了, 绝对没有什么侥幸之心可言的。 一听此话, 其余修仕一阵窃窃私语, 又重新安静了下来。 不过木兰人到底搞什么鬼名堂, 打就打吧, 为何还要先进行什么赌战, 而且还敢下如此重注, 如此多珍贵的材料, 就是大宗大派一家也绝拿不出来。 不是说木兰草原修炼资源匮乏吗? 这个我倒是知道, 木兰草原的确资源贫乏, 但也是相对来说, 零食矿及一些常用的原料产地, 相对庞大法师数目来说, 的确不多, 但是稀有的材料, 木兰草原区有不少, 甚至有几种比我们天南海富足, 能拿出如此多材料出来, 倒也不算稀奇。 哦, 原来如此, 可是他们就如此自信, 自己一定能在赌战中胜出, 除了原因后期修饰外, 其余人都可参加, 一赌就是十场, 而且还是生死之赌, 难道他们以为我们修饰都是泥泥的不成? 这人缓缓说完, 脸上就露出了沉思之色, 在座之人哪一个不是老蒙深算之辈? 自然知道木兰草原提出这个赌战, 肯定是有些鬼名堂, 或者是什么算计, 不由得同时思量起其中的不妥来。